前男友失联多年突然寄来一张机票邀你去旅行 这时候请你赶快回想一下 他是不是天蝎座 这天翠芬就收到一张免费机票 一家公司邀请他去大都市差略 作为职业模特的他正想找找新的工作机会 就这样登上了飞机 起飞后旁边的大叔与他搭讪 说自己是个古典乐评委 翠芬一听立刻想起了自己搞古典乐的前男友 名叫小白 小白巧了 这大叔一下也想起来了 他多年前正是小白毕业面试的评委 但极其反感他 把他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 这时前座的大妈听到两人的对话后又巧了 这小白我也认识啊 我以前是他班主任 教了三十多年书 从未见过这么糟糕的孩子 就是我让他复读的 正说着又又巧了 临座的男子也叫了起来 李老师 我是他同学小英子啊 这小白啊就是个傻子 这什么班级啊 俨然成为了小白的大型批斗现场 这会儿又又又站出来一位 你们说的这二货给我打过功 因为他老骂顾客被我给吵了 大叔依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站起来大声问 这里还有谁认识小白 飞机上一下热闹了起来 你们都是怎么上飞机的 票是自己买的吗 结果都不是 这里有公共出差的 客户邀请的 还有中奖旅游的 正当所有人都懵逼的时候 又又又又巧 空姐回过身来 机长就是小白啊 他追求我被我狠狠拒了 现在驾驶室门打不开了 这会儿 崔芬又来加了一把火 曾经我绿了他 我俩不是和平分手的 混蛋 飞机突然开始剧烈抖动 从慌惯的人群中 又又又出来一个大眼 疯了一样冲上去拍门 小白是我啊 你的心理医生啊 是我错了 我不该涨价的 别这样 一切都是你爹妈的错 他们打小就一直欺负你 对了 你是不是天蝎座啊 混蛋 飞机开始急速服冲 画面突然转到一个体院 这里正好坐着两位老人 飞众人毁了一生的神力男子 二十年精心准备 一天内与这一众人同归于尽 这是一种解脱 还是仍然继续的无尽痛往